风收清晨甘露 我必使你痊愈 医好你的伤痕 耶利米书30章17节 在过去心灵18释放医治的服饰里 遇见几位患有红斑性狼肠的个案 什么是红斑性狼肠呢 它是一种慢性 质体免疫性的疾病 常引起各种皮肤的病变 例如皮疹 19世纪的时候 人们认为这些皮肤病的溃烂 是狼咬成的 因此成为狼肠 罹患红斑性狼肠的时候 免疫系统中的抗体会出现异常 进而攻击自己的细胞 使全身任何一处都可能出现发炎 也会有许多的病变 例如肾功能的衰竭 关节疼痛等等 有一位姊妹告诉我 她对上有两个哥哥 母亲怀胎的时候身体状况不好 个人免疫系统非常的差 因此母亲正服用某些药物 当母亲知道自己已经怀了第三胎时 便去找医生 想拿掉孩子 医生告诉她怀的是女儿 因此她就作罢 没想到 24岁的她被诊断出红斑性狼肠 另一位姊妹在大学毕业之后 也是被诊断出红斑性狼肠 她的母亲怀她的时候 也是因为情绪不稳定 速度服用堕胎的成药 因而被家人送往医院处理 并且挽回了胎中的婴孩 任何事都有根源 根据医学判断 红斑性狼肠 她与遗传 感染 内分泌 以及环境等 因素有关 无论个案的根源 是来自父母亲的 遗传或是感染 而引起的内分泌失调 一旦被诊断之后 就像被判终身牢狱一样 饮食习惯 生活习性将会改变 当然 她要求病人 需要在睡眠 情绪 以及饮食上 做相当大的调整 才能提升免疫力 不可质疑的是 身心灵是息息相关的 灵是一切的根源 个案在母妇中 所承受到的 堕胎 带来的惊恐惊吓 因胚胎在母妇中 就有灵了 是可以感受到 来自母亲的情绪 以及她的一切反应 也可以透过母亲的感官 而知道 周遭人对她是否接纳 试问 一个小小的胎儿 如何可以抵挡 一切外来的负面压力 以及情绪呢 胎儿在意识中 所接收到的是 被拒绝 否认 遗弃 轻视 恐惧 惊吓 失望 压抑 举与上 没有价值 不配 等等 然后 胎儿会把这一切 全盘地收进 她的潜意识 亲爱的家人和朋友 你有长期的病痛在身吗 这些病痛 摧残着你吗 或是正 搅扰你的情绪呢 虽然每一个人的病因 都不尽相同 但是我们可以选择 先去饶恕 造成伤害的根源 无论它是来自意外的 或是你的至亲 想要告诉你的事 唯有做出饶恕 才能断绝你伤痛的来源 才能化咒诅成为祝福 圣经说 我必使你痊愈 医好你的伤痕 盼望我们一起学习 饶恕的功课 也愿今天的分享 能帮助你 愿上帝赐福您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